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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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真的不要在我面前看這件事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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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baby 等一下 看看 大了很多 當然啦 吃飯 進來 你過來就好了 知不知道 我還記得小時候和媽媽去清邁吃你煮的東西 我現在還記得 你真的很記性 你這樣說法就是想我煮好東西吃 你不是不煮 Hello Michael 我介紹我的女朋友給你認識 Rachel 我舅舅Uncle Chai Hello Uncle Chai 放行李先 立即帶我去買菜 我今晚的主餐好東西給你們吃 你有口福了 進來 怎樣?好吃嗎? 很脆 很香 嘗一下 舅舅拿手小菜 是啊 在泰國的時候 很多有錢人 大明星 想吃我煮的東西 全部都要訂位 還要等一個多星期 你們兩個真的有口福 來來來 嘩 還有 還有咖哩和春卷 嗯 那你移民過來 就很多人失望了 對了 為什麼你做得這麼好 都要移民來加勒大呢? 嗯 因為他臭小子 不知道是不是 不過 不枉我待會放給了舅舅 嗯 對了 偷啊 儘快和我找個地產經紀 帶我去看店 嗯 因為我想快點開一間泰國餐館 嗯 還有 你是讀室內設計的 餐館裏面的裝修都靠你了 這方面舅舅你和我定 我敢捨包單 肯定是全當倫多 最美的泰國餐廳 嘩 你都不知醜的 是啊 我不知醜的 我女朋友還要是全加拿大最美的 不是全世界嗎? 應該是全宇宙 你們兩個打情罵俏 就回到房間吧 舅舅看到嗎? 屈到鼻啊 真是 沒你的武器 我是你了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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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伯,你喜歡嗎? - 這裡很漂亮! - 不這麼容易啊! - 聖文人,你喜歡嗎? 請叫你過來,怎麼可以? 馬虎,這裡充滿光亮一點 你看到這邊的窗戶落地玻璃 客人吃東西的時候,都舒服點 晨晨一點 木很漂亮 這裡也不算什麼 裡面,我更加努力進去 那裡? 進去看看 好啊 舅舅進來這裡 好啊 這裡跟外面的格調有一點不同 你看看,還特地弄了兩個大天窗 自然光一定夠 還有一個舞台 當然 那裡是上二樓? 二樓? 還有很多桌子,很多椅子 你知道到時候忙起來 等客人也不用等那麼久 聰明 謝謝 謝謝 不用了 你知道什麼叫Thai Select嗎? 不知道啊,是什麼來的? 其實呢 泰國的政府外務部 他們給全世界有水準的餐廳一個認證 合共分三級 第一級呢 就給一般好像Food Court啊 快餐店形式 你就可以申請一個叫做Casual的那一級 第二級就叫做Classic 給一些有正宗泰國風味的餐廳 還有很好的服務 才有機會獲得這個水平 而第三級呢 也是最高境界 就叫做Signature 一定要百分百正宗泰國風味 而且要頂尖的美食 服務啊 和裝修方面 都要達到世界級 International的水準 才能獲得這個最高頂級的評價 所以我在想 其實我們餐廳也開了半年 也是時候日子申請的了 你想想 舅夫的食物 加上我的設計 我有信心 我們贏硬 一定得到 喂喂喂 有東西吃有東西吃 喂 舅夫做了好東西 讓你們嘗嘗 可以嗎 怎麼樣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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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你們兩個這麼好聊 你們在說什麼 對了 舅夫坐下 原來皇家泰國政府的貿易署 就是一個給餐廳評級的機制 我就想要入市申請 到時會派人來秘密試食 我們就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來 反正事員覺得我們的水準 是達到他們的要求的話 就會給我們一張Signature 這張Signature是世界級的證書 就是說 如果拿到這張證書的餐廳 就證明我們達到一個專業 專業的水準 所以不斷申請 那樣 TOP 嗯 我們這間餐館開了沒多久 最重要是做到生意 找到食物就可以了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了 不是啦 舅夫 摸到一張證書 證明那些人認同 你煮的東西是好吃的 我用什麼人認同 那些人覺得好吃的 自然會繼續吃 覺得不好吃的就不要來 但是申請也沒有壞 你不是怕輸的嗎 舅夫 舅夫就不是怕輸 拿到證書 不代表我煮東西好吃了 拿不到的話 也不代表我煮東西難吃 你怕什麼 到時你假裝不知道就行了 你也是這樣煮的 來吧 舅夫給我申請吧 好嗎 我認真的 不要再在我面前看這件事 好嗎 舅夫啊 不 沒關係啦 她不想參加 就有她吧 太好了 好嗎 太好了 小麵 太好了 好 aplauso 知道為何舅舅過來加拿大嗎 你不是說掛念我嗎 舅舅在泰國的時候 是一間頂級的酒店做副行政總廚 品工不錯,還挺好賺 我在想,以我的廚藝 在泰國來說應該是數一數二 但原來不是 不是吧 舅舅你煮的食物真好吃 但為何你對自己這麼沒信心 那間酒店要在三個義廚當中升一個上去 老闆要我們三個分別煮一道菜給市 誰煮得最好吃就升誰 阿柴哥 柴哥,你好 今天選大廚,你一定贏吧 柴哥,贏吧 沒可能不贏,半個師傅是我 不是你才是誰 對,以後做大廚了,看著我們 今晚吃一下呢,聽粥最好的 你喜歡吃什麼 拍我一間 拍我一間 對,拍我一間 有一點燒會 神經病 神經病 你三個菜式我都試過了 非常好 但經過我們董事 考慮過,商量過 酒店方針 傳統泰國菜固然重要 但考慮過之後 創新很重要 阿柴 這期 總廚是你 我 是 你們兩個,記得幫他們 現在我們出去聊聊菜 菜單,怎樣,好嗎 好 阿柴 我一會兒找你 等我 去哪裡慶祝 等我 我真的想不到 原來星那個 不是我 我離開泰國 不是因為我輸不起 而是我想找回自己的路 好 我希望那些人來找我 是因為喜歡我煮的食物 不是因為這間頂級酒店 我希望你明白 我明白的 我真的明白 無論如何 你都是我舅父 我會尊重你 所以你放心 我沒有打算你申請 不過 那間餐廳你也有份 這張證書對你來說 其實都很重要 我上網看過了 要拿到最高級的品評 除了餐館的出品之外 裝修都一定要達標 你剛剛出來做事 你剛剛出來做事 還日室內設計這項 如果拿到這張證書 對你另一個幫助都會很大 那間餐館做得這麼漂亮 我也希望 你可以得到其他人的認同 但是 你會不會不開心 到時要給別人試吃 告訴他 神秘人 他覺得我煮東西好吃 就給我一張證書 覺得不好吃 你所說沒有蝕底 上網的事 舅父沒有你那麼厲害 申請和報名那些 所以我交給你做 放心 多謝舅父 這麼開心 有味酒 沒理由沒味吃 你又要舅父去煮? 你想吃什麼? 今天你跟隔壁不做 但我覺得不做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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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可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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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实 靠你就是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